好的 那麼還有一位朋友他想請問 他說我今年61歲了 在美國工作已經有40個點了 明年62歲的話他如果領取養老金差不多是888塊錢一個月 那麼67歲的話他就可以領到1350 那麼他的問題是說他可以在62歲的時候領取配偶的50% 大概是700塊 他們到了67歲的時候再領取自己的1350塊可以嗎 李浩快記事麻煩幫忙 好 這個就是提早領取配偶的社會福利的話 他可以是可以 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為他提早領取的話額度也會減少 然後他之後再領取他的話 他可能要按照之前提取的時間來算了 所以他之後可能就不是1300 像他說他繼續算 所以他有可能提早領取的話導致他所有的金額會下降 好的 所以還是要思考一下再說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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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